原来凡士林妙用这么多。预防鼻子过敏,还有这四种。 准备,凡士林。 凡士林是功效极佳的保湿产品。虽然不像乳液能快速地渗透到肌肤底层,但对于肌肤表层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并能锁住水分不流失。 我们将利用此一特性来活用凡士林。因为凡士林含有油脂成分,容易氧化变色,若散发出油耗味,就不应该再继续使用。 若只有表面氧化,可以用汤匙将氧化部分挖掉,其它确认颜色与味道无异后,方可继续使用。 护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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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手含有众多添加物的护唇膏不同,凡士林的刺激性很小。若希望有颜色,可以。 护唇膏。 加一点眼影混合后再使用。 但加了眼影后,指线马上使用,不介意保存。 保时剂。 保时剂。 直接将凡士林涂抹在肌肤上时。 因凡士林质感效应不好涂开,涂抹后,容易让肌肤感觉省重闷热。 建议可在平时抹完化妆水或身体乳液后,以手掌直接沾取凡士林,双掌互相摩擦让其融化后,再涂在脸上或身体。 重点是凡士林。 重点是凡士林不要涂太厚。 凡士林膜可以帮助肌肤吸收化妆水成分,并防止水分蒸发。 。 然而,如果属容易长痘痘的油性肌肤,则必须小心使用。 。 。 预防过敏。 。 。 棉花棒粘少许凡士林,在鼻孔,不要太深,在鼻孔洞周围,内涂薄薄一层。 。 要进入鼻孔的花粉或过敏物质就会被挡住,对预防过敏很有帮助。 。 。 修正化妆。 。 手指或棉花棒粘去些微凡士林,可以擦掉晕开的妆,十分便利。 。 。 磨砂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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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凡士林 凡士林是功效极佳的保湿产品 虽然不像乳液能快速地渗透到肌肤底层 但对于肌肤表层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并能锁住水分不流失 我们将利用此一特性来活用凡士林 因为凡士林含有油脂成分 容易氧化变色 若散发出油耗味 就不应该再继续使用 若只有表面氧化 可以用汤匙将氧化部分挖掉 其他确认颜色与味道无异后 方可继续使用 护唇膏 于是手含有众多添加物的护唇膏不同 凡士林的刺激性很小 若希望有颜色 可以 加一点眼影混合后再使用 但加了眼影后 只限马上使用 不介意保存 保湿剂 直接将凡士林涂抹在肌肤上时 因凡士林质感较硬不好涂开 涂抹后 容易让肌肤感觉神虫闷热 建议可在平时抹完化妆水或身体乳液后 以手掌直接沾取凡士林 双掌互相摩擦让其融化后 再涂在脸上或身体 重点是凡士林不要涂太厚 凡士林膜可以帮助肌肤 吸收化妆水成分 并防止水分蒸发 然而 如果属容易长痘痘的油性肌肤 则必须小心使用 预防过敏 预防过敏 棉花棒 棉花棒沾少许凡士林 在鼻孔 不要太深 在鼻孔洞周围 内涂薄薄一层 要进入鼻孔的花粉或过敏物质就会被挡住 对预防过敏很有帮助 修正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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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擦掉 可以擦掉晕开的妆 十分便利 磨砂膏 将凡士林与颗粒细小的咖啡渣 砂糖 盐等均匀混合 可以拿来当身体磨砂膏使用 护唇膏 保时剂 磨砂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